新北市的永和这边一处公寓则是发生了窃案 这名嫌犯当时呢正准备要潜入屋子里头来行抢 当时呢女屋主撞见是喝止他 没想到对方竟然相当嚣张的撂枪 说自己是警察随后拔腿狂奔 整个犯行都被拍下来了 更多的内容我们要连线划船 好 这也现在发生在昨天上午7点多 这名无姓男子呢是潜入了永和城公路这一家 这一间的公寓五楼 一开始开门时准备下手偷窃 就被屋主发现 他立刻说自己是警察并且拿出了手枪 屋主是惊慌之际呢要求他出示证件 没想到这个无姓男子立刻是转头拔腿就跑 整个过程被间隙给拍了下来 警方接过报案之后 立刻组成了专案小组扩大追查 才发现说这名无姓男子本身就是同气犯 开着租来的车子在台北市区乱晃 在昨天傍晚呢就在内湖这里逮到他 并且顺利将他逮捕归案 好的来看到的是呢 这名通气犯潜入人家家里头来刑抢 被发现的时候竟然还亮枪 常说我是警察